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婷婷与好莱坞型男影星英年杰瑞米蕾娜 German Reiner 无惧地狱阻隔 关系发展一日千里 虽然两人坦言正在了解中 但早前婷婷自爆已见了男方家长 感情更进一步 专心工作的她明年可以不生宝宝 不介意另一半已有小朋友 摆明讲给一幼女儿的杰瑞米听 据港媒近日装访 近期最令人关心婷婷的项目 姓氏与杰瑞米的感情 她只言会先专心工作 爱情制排第二 婷婷婷明言不介意对方已有小朋友 如果我工作走到一个地步 是我生不了BB 我也OK 但要对方都OK 就算我现在认识对方已经有BB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小时候会觉得不行 但现在觉得对方已经有BB GREAT 暗示不介意杰瑞米有女儿 其实婷婷早前与杰瑞米过情人节 又见过对方家长 期待她能开花结果 有 好消息公布 另外 谢婷婷出自演艺之家 一家人举手投足都备受注目 曾有不少电影及真人秀与邀奇父亲谢先与哥哥谢霆锋一同合作 但她觉得不有角色混淆 从小到大都是大家看着我长大 在戏如敏叫阿哥饰演不是我阿哥 而是另一个角色 好难接受 她只原现是一家人的感觉 比以前更亲密 最大关系是因为婷婷 她现在和以前不同的阶段 现在会煮东西给人吃 有不同交流 之前她也不是有这么多机会 我一直都是父母想一起吃个饭 就一定会放下手上的事去陪家人 哥哥好照顾你 他是好哥哥 但其实是我什么都在乎他 网友花6666.66元 问郑爽 对前任的态度 两个字的回答 听着眉毛病爽妹子又上热搜了 这次的话题很吸睛啊 回答对前任的态度 关于这个前任 很多人都关心说的是谁 张翰还是胡彦斌 但不管是谁 反正都过去了 张爽怎么回答的才是重点不对吗 毕竟这个问题可是网友花了6666.66元提问的 张爽妹子的回答很简短 两个字尴尬 看到只有两个字的时候 各路人马为花 前提问的人打抱不平 但是 话说回来 你们想听到什么样的回答 尴尬不是很正常吗 有的分手了能继续做好朋友 但有的就是很尴尬啊 这么一看没毛病吧 其实吧 最近郑爽因为问答这件事 没少引起争议 前几天橘子军也统计了他回答网友的问题 没看过的来回顾一下 今后对林里伴有什么要求吗 最好是个男的 分享一件吹过最大的牛X 我要当演员你是抱着什么心情 去对待微微一笑 的 就是当工作吧 花一块钱看正爽说段子 这买卖不亏 爱我吗 还好吧 你呢 像上面都是便宜的问答 666.66元档的问题 就没那么随意了 毕竟粉丝是花了大价钱 肯定的深思熟虑的问 同样是关于择偶条件的问题 郑爽第二次的回答是这样的 那对待感情 你是怎样的人 粉丝连续四个问号 郑爽回答了19个字 暂时不想待在娱乐圈吗 关于外界质疑你得了抑郁症 有什么想 说的 这位粉丝真是问到点上了 郑爽的回答就 依然很简洁 不过也是说出了他的真心话 前面两个价位的问题 都看得差不多了 最后是6666.66的问题 问的是郑爽对待娱乐圈出轨的看法 人仍平等这四个字 我是真心挑不出来哪里不对 讲真 没发现郑爽还是个潜在的段子手 最后一句惊 毛阿敏老公被坑10亿美元 仍列胡润富豪榜 近日2017年胡润全球富豪榜发布 毛阿敏的老公解直坤 虽然被告出在一项海外投资项目中被坑 10亿美元不翼而非 但仍以175亿身价 名列全球富豪834位 2017年胡润全球富豪榜解直坤市中 直企业集团的创始人 2014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中 他以120亿身价位列大中华地区第197位 成立于1995年的中直企业集团 从木材生意起家 现在的主要业务已经涵盖投资 并购 资产管理和产业基金等等 拥有多家全资 控股子公司 参控18家上市公司 总计资产规模超过1万亿元 今年2月 解直坤一指诉状 将去年曾陪同一起欧洲考察的 Zio Group高管们告上了法庭 指控这家公司的高管通过欺诈行为 获得秘密利润 根据诉状 解直坤称在2014年 出资人民币58亿元 当时和9.4亿美元 帮助设立Zio以及资助Zio收购了两家国外企业 但不久之后 解直坤称不知道投入了58亿元 最终投资了什么 自己并不知情 Zio不回他的电话 也不给相关信息和文件 于是 解直坤的一位代表 在伦敦连续两次给Zio发了信函 要求了解资金取向 但奇怪的是 Zio Group否认拿过解直坤的9.4亿美元投资 成为这回事 最终双方还是没谈容 今年2月解直坤将开曼群 老法庭提起诉讼 指控Zio高管和谋诈骗钱财 此事件被华尔街日报报道后 迅速传遍了社交媒体 3月21日Zio Group发布了一则 关于不实报道的澄清声明 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存在多处 对Zio Group及Zio Group管理团队的不实报道 已对Zio Group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 损害了Zio Group的良好声誉 至于哪些是不实 报道 该声明并未指出 有趣的是 如果解直坤的确在2014年 投资了9.4亿美元给Zio Group 那么这笔买卖太值了 那时候正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高点 如今这笔钱折合人民币 约合64.7亿亿 三年间仅汇率就净赚6亿人民币 而2014年 由于外汇储备增幅很大 并不像现在这样资金难以出海 9.4亿美元到底有没有丢 目前还是个谜 双方都没有透露更多 但据了解 这一纠纷直接导致解直坤 后续在A股的资本运作计划失败 在A股市里面的资本运作计划失败 在A股市里面的资本运作计划失败